请不吏 没有 没有 OK 我们在星期一已经讲到这个裤轮击付作用率 那接著呢 我們也看到了就是整個的 這個我們說庫輪作業作用力的話 你這Q1的電荷跟Q2的電荷 那兩個呢 距離R的部分的話 那我們看到 它這個力呢 就是四拍 一向0 R平方分子Q1 Q2 然後方向的話 R的方向 那至於這個R的方向是怎麼看 對Q1來講 它的作用力就是以Q1為中心軸 近向朝外 換句話說 以Q1來講 OK Q2的電荷 對Q1 對不起 Q1的電荷對Q2 它的作用力就是近向朝外 它作用在它上面 OK 那以Q2呢 為中心近向朝外 就是R OK 所以 對Q1跟Q2的話 這R的方向是什麼 不一樣的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 一 二 然後 可以兩個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然後它是作用在一直線上 那 我們說以力的觀點是這樣子 那我們後來有講就是說 那力本身是要好像有實體的電荷存在的情況 也許電荷存在在很遠的位置上面 那你要去看它距離在哪裡 是一個比較困難想像的東西 那我們就後來變成 以場的觀念來處理它 那句話說 Q2 感受到Q1的力 給它的力的話呢 原來是 你以Q1 朝外 好 那Q2感受到Q1的力是F21的部分 一作用在二上面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在場的觀念是什麼 場的觀念就是說 我把一個點電荷 放到這個空間裡面來 我根本不知道 這個空間裡面 其他的物質的存在 但是 我可以感受 這個空間呢 跟空無一物的時候 是不一樣的 我就說這個空間裡面 存在一個場 OK 舉個例子 這邊 你們通通不在的時候 那教室裡面的溫度是什麼 均衡的 均衣的 沒有其他的 電源 其他都沒有的時候 教室裡面的 這個溫度是均衣的 但是 一旦你進到這個空間裡面來 你藏在某個角落 或者說我們說那隻狗 跑進教室來 藏在那個角落的時候 好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狗本身有溫度 那狗的溫度就會引起這個空間的什麼 溫度改變了對不對 這個空間裡面就有一個溫度場 好 那這個溫度場呢 當你進來的時候 你如果很sensitive 就是你非常敏感的話 你就會感受到 他投在這個角落的溫度 跟那邊的角落是什麼 不一樣的 狗的話是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如果這是一盆火 冬天裡面你家裡燒了一盆火爐 壁爐的話 你就完全不同的一個感受 但是你進來的時候 你可能根本不知道有火爐 但是你知道空間裡面的溫度是什麼 它的溫度變化 是隨著你的空間在改變 那這個就是一個溫度場 但是這個溫度場 但是這個溫度場 因為你這個物理量是一個scale 所以你是一個scale的的場 OK 那我們現在講的 這個物理量呢 是一個向量 換句話說 在這個空間裡面 也許在某個位置上面 有一個很大的點電荷 另外一個點電荷走進這個空間的時候 根本不知道這個點電荷存在 但是他知道這個空間裡面 我在這一點跟在另外一點 手受的力是什麼 不同 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他手受的力是跟位置相關的 那他也知道說 那他也知道說這個空間裡面 是有一個廠存在 所以 對於 這一個 庫輪作用率 我們所產生的廠呢 我們就叫做電廠 那這個電廠呢 的定義 就是說 我把一個test charge 這個test charge 為什麼要講test charge 就是說 本身這個charge 不影響空間的任何變化 那是理想狀態啊 你都知道說 charge一進來 他本身就會產生一個場 對不對 那這個test charge 就要很小很小 那你把這個test charge 引進來這個空間 然後在每一個位置上面 你去test他的庫輪作用率 ok 然後 我再把這個test charge 除掉以後 因為這個test charge 是什麼 你引進來的 那我們就把這個物理量呢 叫做電廠 那當然他本身就是一個位置的函數 那換句話說 在這樣子的一個定義底下 這個Q1 Q0要limit趨勁力 好 那這是電廠最大的一個定義 所以 在這樣一個條件 是下的時候 你把這個空間的廠找出來以後 你就知道空間裡面 它是會隨著位置而改變 至於它的起因是什麼 我們可以不管 它可能是什麼 可能是一大堆的電荷產生 也可能是一個棒狀的電荷產生 其他的我不管 就是我知道空間裡面有這樣子的一個場 所以原來本來你要探討的是 Charge跟Charge之間的Interaction OK 現在呢 你就探討什麼 Charge跟廠之間的Interaction 這樣了解嗎 好 那如果了解了以後 那我們就可以非常清楚的來看待 我們其實以前在處理力的問題的時候 現在你要改變成你要處理廠的問題 那我一句話說 遇到這樣的一個定義的時候 我的Force 本來 在 MKS字裡面 就是R平方分之Q1 Q2 然後向量R 的部分 那現在呢 我們把Q1呢 Q2 好 就是Test Charge 換句話說 我Force 除以Q0的時候 就是4Pi1 0 R平方分之Q1 這個 就是 我們看到Q1所產生的差 那 這是單一個電荷 你會很簡單的乘數值 假設 你現在是 空間裡面 有非常多個電荷 然後都產生了場 那我們可以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有Q1 Q2 QN的電荷產生場的時候 那換句話說 我這個場 Q1的電荷產生一個E1的場 Q2產生E2的場 到QN產生E1的場 這些場 對一個Test Charge 進來的時候 他會同時感受到他 給他的作用力了 那 對Test Charge來講的話 他所感受的電場 是等於多少呢 他所產生的電場 就是這些電場的總和 OK 這些電場的總和 看起來是什麼 很簡單 因為基本上面 好像沒什麼大困難 那我們把它 用一個數學符號 就是EI的部分 那真正的麻煩是在哪裡呢 真正的麻煩是 這些物理量 全部通通是向量 所以 你是要做一個 向量的加種 OK 好 那換句話說 我現在 我要去做向量的加種的時候 然後 我想像 我說Q1Q2QN 這些的Charge 全部所產生的電場是這樣 假設有一個 Continuous的 Charge的Distribution 好 一團東西 那你也可以把這團 每一個小的部分 通通通通是DQ 對不對 那DQ的電後 所對應產生的場 就是等於D1 那D1是等於多少 D1很簡單的 你知道 這是因為DQ 所對應產生的是D1 那你現在 你這一個 所有的這麼大團的電荷 把它分成小的Charge Element的時候 那換句話說 你說這一大團的電荷 把它的Charge Element 就好像每一小塊 你要把它Sum起來 那Sum起來的意思就是什麼 就是積分 對不對 沒有什麼困難 OK 概念上是很簡單的 所以你要積分就是4π 1.0分之1 R平方分之DQR 在這裡面 困難的事情是在這裡 因為你這個積分啊 我們已經看到了 第一個 你說 它在 R位置 這一點 所產生的場 到其他的Element 到R位置所產生的第一 你要把它Sum起來 你馬上看到了 一個物理量是不一樣的 什麼物理量是不一樣的 啊 還有呢 還有呢 還有什麼不一樣 方向不一樣 所以 你看到了 這個是4π1.0分之1喔 你不能把它提出積分號外面 因為你這個積分不只要對DQ積分 而且要對方向積分 而且要對方向積分 因為它是BetaSum 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在這個地方 你的R 是隨著你的Element 在改變的 所以 這個地方是一個變數 不是常數 而且每一個 第一的方向 這個R 也是一個變數 這個就是我們 為什麼在電場裡面 你會在感覺處理上面 會比較困難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就 接著來看看 從簡單的問題 有錢來入身 好了 我們說在電子裡面 電荷的分佈 最簡單的就是一個點電荷 DQ 第二簡單的就是一個dipo ok 所謂的dipo是什麼 就是電耳機 那你如果更精確的講 我們現在要探討的是 Electric Dipo 就是電耳機的部分 那電耳機是什麼呢 電耳機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在空間裡面 有一個正的電荷 跟一個負的電荷 那它所組成的 那它所組成的 就是一個dipo 那為什麼說它是很重要的 你未來你看到的所有的東西 除了 這個point charge 就是你的點電荷以外 第二種最簡單的形式 就是Electric Dipo 那我說 對dipo來講的話 我為了方便起見 我們先討論一個 最簡單的是 在這個Z軸上面 那Q1跟Q2所對應產生的 在這一點上面的電場是多少 那很簡單啊 你看到了 對dipo來講 一定是有一個 E1 對不對 然後呢 負Q來講 它有一個E2 這兩個 因為我們現在是在它的對稱軸上面 所以非常簡單的一個事情是說 這P點 不要用P 因為等一下P要用到 PQ R A點好 好 我們看到A點的部分的話 你會發現 Q1跟Q2 你把它加總起來 的總電場 E 這就是我們的 Total的電場 那這個電場 基本上面 你知道它是垂直了 它的中垂線的部分 那我說 E 就等於E1 加E2 那1萬跟E2的大小呢 OK 都等於是Pi1190分之1 那我們說這個是A好了 這也是A 那換句話說 好 好 這邊用R 我們把它變它 Z好了 因為我們這R正 R負 好了 那R正呢 跟R負是相等的 就等於Z平方加A平方 所以你看到這邊 Z平方加A平方 分之Q 這是它的大小 但是我們看到它的方向是不同的 那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說 其實這個總共的電場啊 它是等於E1投影在這個上面 這是C塔角 那這是C塔角的話 這也是C塔角 換句話說 你會發現的是 總共的電場是等於 兩倍的 你依照 你看到是E1 的cos C塔 然後它的方向呢 是 我們說這次如果是X軸 好 那就是-I的方向 OK 那其實這個就不難計算出來了 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就是等於-I 2 4π 1 分之1 Z平方加A平方 分之Q 乘上-I 乘上cos C塔 更號Z平方 加A平方 C塔的部分分之A OK 我們把這個部分把它 寫一下 我們會發現這個是等於 4π 4π 1 0分之1 Z平方 加A平方的 2分之3次方 分之2QA 然後-I 來 那在這邊 有幾個物理量 是要看一下的 我們看到的是 第一個物理量 假設 當Z 當Z 遠大於A 的時候 那你會發現 這個電場 1 它就等於 因為A 遠小於Z 這個就可以幅列了 這邊能-I 4π 1 0分之1 然後 Z的3次方 分之2QA 記住喔 你看到了它是什麼 一個 跟距離乘3次方 的一個物理量 跑出來 那這裡為什麼 我一直把2QA 保留在這邊的時候 當 2QA為什麼保留在這裡 因為我們要定義一個物理量 這裡面的 D 是等於什麼 D 是等於2A 就是正電荷到負電荷的距離 那 我們定義 P P是什麼 P叫做 Electric Lipo Moment OK 叫做電偶急距 那P呢 它的定義 就是 你的Charge 組成Dipo的Charge 乘上這兩個Charge之間的距離 也就等於2QA 這就是你的定義 但是 這只是一個存量而已喔 我們說其實Dipo它是有方向的 它的方向是從哪裡 算起呢 它是從負的Q指向正的Q OK 所以我們這個Dipo Moment呢 P 它其實是等於I的方向 由正電荷指向負電荷的方向就是你的Dipo的方向 這點你一定要知道 OK 所以翻句話說 你現在你看到了這個電荷啊 其實就是等於 負的 4π190分之1 Z的三方分之P Dipo 把它引進來 好 就是 在 我們看到Z 遠大於A的情況之下 那 Dipo所產生的場 它是 這是三次方 跟距離的三次方成 方比的部分 這是Dipo所產生的場 那 也許你會問說 老師你這個問題太簡單了 你這個 對稱的 我在高中就已經會算 沒有關係 你要挑戰一下 你隨便找一點V點 來算算看 OK 好 那V點 隨便的一點 隨便的一點 你去算算看 你的電場是多少 那這是一個很簡單的 但是 你要算V點的時候 你就要挑戰你自己一下 OK 那這個呢 我們就讓你們自己回去看 那我們可以看到 從這個例子裡面 我們主要要了解的是 好 點電荷 這是最簡單的 Point charge 它的電場 一 是跟距離的R平方分之一乘比 再來 Dipo OK 它是跟距離的三次方乘比例 它其實是跟距離 的三次方乘比例 先不要把它寫在這裡好了 就用乘量的部分 好 它電場跟Dipo的方向其實並不一定難的 好 那你接著要看 這是Dipo 那 接下來 組成的 就是Quadple OK 好 OK QR 那Quadple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面 它是两个Diple所组成 所以你可以是什么 你可以是负正 负正 那你就是 两个Diple组成一个Quadple 一个四极枝 你也可以负正 然后负正 都在一支线上面 然后也可以组成 这是一个Diple 这又是另外一个Diple P1 P2的Diple 那也组成了一个Quadple的部分 那也许同学会问说 那Quadple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呢 我可以告诉各位的部分 就是说 这个Quadple的部分的话 我们会把Quadple 它也有一个定义值 以这个情况来讲 这个Q呢 是2QA平方 A就是它的边场 这是2A不是A 因为跟它那边一样 好 那我们的电场呢 它就会跟 这个 假设我有一点 这个大R 那个A点的电场 那这个R的部分呢 就是R的 小R 小R的四次方分之一层 那这个是Q 所以你看到了 这是2次方 这是3次方乘皇币 这是4次方乘皇币 接着你大概可以猜出来 就是从0 它是从2的N次方 N呢 是等于0 1 2 这个point charge Electric Diple Quadple 然后 N等于3的时候 就是8极值 那8极值的时候 电场1呢 应该是跟R的5次方乘皇币 所以 你再复杂的电场 你都可以把它解成 它是从单一电荷 Diple Quadple 这个 Odiple 把它加起来的总结的结果 那当然你就会发现 就是说 最重要的Factor 就是 Point charge 再来就是diple的部分 那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diple在这个整个问题里面 所扮演的角色 是非常的一个重要的情况 那也因为这样子 你再注意看的部分的话呢 因为 这个点电荷的话 是跟R的平方 分之一 diple是R的三次方 分之一 所以你最重要的角色是 这个点电荷的部分 因为它距离很远的时候 这些后面的像啊 都是跟R的这个N加2 有关系的啊 那电场一 是Proportion to R的N加2 分之一次方啊 所以你会发现说 月高的这个 这个急速的 这个电荷的分布的时候呢 它的电场其实最小 所以引起你电场最重要的一个 Dominate的Factor 就是点电荷跟diple这个物理量 好 那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那这边都还很简单的东西 但是你一定要了解了 就是说 你必须要有一个概念 你不是直接用存量相加的 那在这里你会发现 简单的东西 你要去考量 向量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那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那这边有没有问题 没有 那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OK 那这个圆形的环呢 它total的charge是Q 那它的半径呢 是A 我们说 在它的垂直环的这个轴上面的话呢 那这一点上面的电场到底是多少 就是我们要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当Z轴的话 那这个点就是Z 到底在这个Z点上面 好 的电场是多少 那 对于这个问题的话 基本上面就是回归到我们这里面 我说 你是一个charge的distribution 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 要把你的charge 分成一个一个小的charge element 然后去赚 然后去赚这个charge element 所贡献的电场是多少 所以 依照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上面 你每一点你都可以把它做成一个charge element 那你的charge element的部分 就是DQ DQ是等于多少 DQ其实很简单 就是total的charge 分布在这个环上面 2πA 这个就是线密度 线密度你乘上 那这个小小的element 的长度 就是在这里 你所具有的DQ值 OK 那这整个环 就是所有的DQ所组成的了 那每一个DQ 到这个P点的部分的话呢 它就会有一个 OK 那DQ所产生的场 你首先把存量的部分把它写出来 那这个呢 R的部分 就等于Z平方加A平方 就是R平方就等Z平方加A平方 然后你的DQ 你的方向 是我现在在这边表示的 那对这个问题来讲的话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这概念是什么 我可以用 对称性的观点 我就可以知道说 当我取这个element的时候 我就可以对称的找到另外一个element 那这个element呢 是跟它对称的 OK 那对称的这个element呢 到这个P点的位置呢 它其实这个R都是一样 然后 它在这里所产生的电场 它的大小是相等 但是 反向性不一样了 OK 而且 你知道它大小相等 方向是不同的时候 我把它上起来 你会看到 上以后的话呢 它总共的场是这个了 这也是DQ 所对应产生的第一啊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对于这个场来讲的话 我实际上是什么 对它的方向 我可以把它分解成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是什么 一个方向就是 我把这个当成是Cita角的时候 那就是它投影在Z轴上面的 cosin Cita 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电场 投影在垂直Z轴的component 就是sin Cita 那它是normal的component 那这个就是en 那这个呢 就是ezy 有没有问题 换句话说 你会发现 这个一样的 你可以投影到gn 然后ezy 那我们看到了 每一个element 所贡献的en 其实是什么 就是在这里面 这个垂直它的平面上面方向不同 但是每一对都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换句话说 我把the1 我可以写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the1z的component 一个呢 是n the1它的垂直方向的component 而对垂直方向的component呢 你把它加总起来 ok 它是因为你对称性的关系 所以我们只需要去算这个部分 那在zcomponent的地方呢 你必须要对所有的比1z来积分 换句话说 在这里面有一个部分是n的方向是随时在改变的 那所以你在积分的部分 你会发现它积起来是等于0的 这个把它写起来好了 ok 好 那对于1z的方向 方向是不变的 所以你把它变成是存量的积分 那这个存量的积分 你就很简单了 就是等于4π 1小零把它提到外面来 然后 z平方加a平方 分子dq 然后cos 那在这边dq就是这个物理量 方向是4π1小零分子1 然后2π aq cos ct cos ct你把它画进来 是等于 z平方加a平方的 2分之3 2分之1cos的话 这个是ct角 这个是ct角 所以是z ok 然后ds 这里面z不是变数 a不是变数 通通可以提到积分号外面来 唯一的变数就是s的部分 2π a分子q 然后这是z平方加a平方 2分之3次4分之3 ds 所有的ds 你把它积分起来是等于多少 嗯 所有的ds 积出 把它积了 2π a对 所以2π a跟2π 可以消掉 这个就是 我们看到4π1小零分子1 z平方加a平方的2分之3次4分子q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最终的表示方法 你要把大小跟方向一起都表示出来 方向z大小 z平方加a平方的2分之3次4分子q ok 所以这里面 当 x z 演大于a的时候 也就是说 我要观察的这一点 距离这个环很远的时候 那我们就把 这个a就已经几乎消掉了 对z来比 它是 演小z的部分 所以电场1就变成z 4π1小零分子1 然后这个是z平方 z三十方分子qz 那zz又消到 z平方分子q 那你会感觉它很熟悉啊 为什么 它就好像一个什么 一个点电荷 它的大小是q 距离它是z的位置 所观察到的电场1 所以 当 a点距离它很远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个电流的环 当成是一个点电荷 这个点电荷就在什么 O点的位置 ok 好 就是 我们就可以 视为是point charge 来看待 这个电流环 就好像它集中在 原点上面 然后距离 这个a点 z的 总共的电场的情况 那是合理的 那这个合理也就要代表你所计算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是没有问题的 好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p 就是 中文就是电荷极迹 那 为什么要讲type 很简单 我们说 原子核本身是一个中性的 但是我们上次讲过说 核外 最外层的那个电子 距离核 是最远的 它是比较什么 被核的束缚就会比较弱 那对于 某些方面的原子 来讲 你会发现说 我只要 有一个电厂的干扰的时候 那它的正负电荷中心 原来那是正电荷跟负电荷中心 都是在同一个中心点上面 但是因为有电厂以后 它的正负电荷中心 它就会分离 不管你是多少的距离 电子云怎么样的分离的情况之下 它都是一个type ok 所以 在这个是一个中性的 跟你当你正负电荷分离的时候 这两个的行为是不一样了 所以在护理上的行为 最重要的 不会是point charge的行为 而是某些正负电荷本来是 但是在同一点上面 因为你外界的干扰以后 正负电荷中心分离了 它是一个dipo的行为 所以为什么dipo会那么重要的情况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有很多同学在问 那你的定义是什么 我说定义就很简单 所谓的dipo就是 一正一负的电荷所组成的 一个正charge 一个负charge 然后呢 所谓的dipo就是多少 就是它的charge的量乘上它的 这两个charge的中心的距离d 这个就是它的dipo 但是因为它有方向 方向是什么 从负电荷到正电荷 在这里的话就是i方向 就是这么简单 这是它的定义 ok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有同学问 老师你为什么要把q写在2qa平方 我说没有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去算一算 算出来的话 电荷就proportion to r4 字方分之 上面这个物理量 上面这个物理量是多少 大概就是2qa平方 ok 那我们就是物理的人最喜欢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要找规律序 那规律序就是什么 singlecharge的时候是r平方分之q啊 dipo的时候是r3分之p啊 那现在quadipo的时候就是proportion r4分之什么东西啊 那你既然定义这个是singlecharge 这个是dipo 那我就把这个定义成quadipo moment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说q是都要什么来的 你就去算一下就出来了 就这么简单 另外还有同学问 这个r的n次方是什么意思 其实搞物理的人也是一样的 很喜欢把规律性找出来 这边是r平方啊 这也是r三方啊 那这个呢是r四方啊 算一算我会觉得底下是什么 r的2加n分之1啊 电厂是跟这个有关系啊 对不对 那n呢 一个电荷而已 然后呢这是两个电荷 这是四个电荷 0 1 0 1 2 4 那就2的n次方好了 那n等于0的时候就是point charge n等于2的时候就是dipo n等于3的时候就是quadipo 那你去弄了以后的话 你也许会觉得这个规律性是不是正确的 那我就没关系嘛 我就把n等于4 再弄弄看嘛 诶 发现他也是对的 那我就说 哦 原来 1 2 4 然后在8 8个charge的时候distribution 是跟r的 这个5次方分之1成比例关系 就是这样子弄出来的 那你就会发现说 诶 我有一群电荷啊 这层电荷在某一点的分布 某一点这个分布被他的影响是什么 那我根本不知道他对他的影响 我就可以去分解成 哇 好多个dipo在那里啊 ok 那dipo呢 对他的影响 第一个factor已经跑出来 然后呢 dipo dipo之间 又interaction 他就是quadipo的跑出来 但是我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到4次方分的时候 我不要算了 为什么 他是r的5 4 n等于4是r的6次方分之1 他对他前面的影响 r平方 r三方的已经影响很大了 这r一大 他根本不甩 我不甩他 这就是学物理的人 就是很喜欢简单 就是最大的factor 我先抓住 那字幕细节以后再说 至少我要把重要的东西抓紧了 然后 我们后面 你们在学量子力学的时候 就是后面这一大串 全部叫做什么 他的bation 就是围绕 ok 前面的 我把他抓住以后 后面的就是围绕 围绕的意思就是说 会干扰他 但是不会 干扰到重大的因素 所以你初学的时候就是 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 就把最重要的抓住 等你通通知道了以后 你再来看 这个围绕的部分 就像行星绕太阳 在绕 这个行星绕地球 然后地球又绕太阳 那你 你会发现 都有万有引力啊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会可以把行星绕地球 地球又绕太阳 行星绕地球的部分 我先抓住以后 我再看行星怎么绕太阳 对不对 所以你基本上就是 你要先把重要的factor抓住以后 再去抓那个后面的部分 这是学物理的概念 那物理的人就是要学这个精神 那这个精神就是 也应用在你们日常生活当中 那个后面的东西太复杂了 然后呢 不要去计较这么多 重要的东西抓住就好了 OK 可是 学物理学到最后的时候 你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出来 那你如果 都先看后面那个小的东西 前面的都忽略掉了 那也就是什么 因小失大 OK 好 这是几个问题的部分 还有没有问题 我们刚刚已经把环状的球出来了 对不对 那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一个example好了 但是这个example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example 那这个呢 是一个 线的电荷分布 OK 那这个线电荷分布呢 我们姑且把它 说它是从 正无穷大到负无穷大的 一个 charged distribution 那我要求的 就是线外一点 OK 那 它的 电厂是多少 好 这个 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好 那 这个简单的问题呢 其实 啊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这个charge 的distribution 是一个 light charge 的部分的话 那 第一个 的部分 你一样的 我们看到 D1 是等于4π 1.150分之1 R平方分之DQ 对不对 所以 你一定要先把DQ找出来 DQ找出来 DQ到你要算的这一点 它的距离 就是R OK 好 那我们说DQ是等于多少呢 因为这个是一个限电后的分布 我说 我这一个部分是X轴好 那这个是Z轴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你既然是限的分布的话 那我total的charge是Q 那我total的长度就是L 所以这个就是限电后的密度 我们一般用lambda 来表示 那换句话说DQ是等于多少 DQ就是等于 这个的距离 DX 那我们就是lambda乘上DX 也就等于 是L分之Q的DX 就是大T 这很简单 没有什么大问题 好 那接着就是R平方 R平方的部分 你看到了这是Z 然后这是X 所以R平方是等于Z平方加X平方 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 这个存量的部分 你已经解决了 再来 要把向量考量进来 那向量考量进来的时候 这DQ的变化 到你要算的这一点 它的电场 D1 对不对 所以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 对于D1的电场来讲的话 DQ随着 位置在改变的时候 这个 D1随着Q在改 位置 DQ的位置在改变的时候 这个D1是在改变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直觉 但是 你知道的是 不管你怎么变 这个方向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 跟这个面 同样一个面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电场 把它分成两个分量 一个是什么 垂直 L 另外一个是什么 平行 Light Charge 的Distribution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就很简单的 我说 我第一 其实 我可以分为两个分量 一个呢 是垂直 平行Z轴的 也是垂直 Light Charge 另外一个是 另外一个是 平行 Light Charge 这些 平行 这个 就是垂直分量 OK 那 平行 1 平行 然后 没有问题 好 好 所以 现在你看到了 1G的部分 这如果是 θ角 这也是 θ 这不是 θ 这也就是 θ角 所以 你看到了 1G 就等于 1cos sin θ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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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全部要把它加总起来 那就是我total的电厂 那我就可以看到 一个是 这个垂直的电厂 一个是 平行的电厂 OK 但是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这一块 其实N 是不是定值 N是不是定值 N的方向 是不是定值 是不是 是不是一致的 不是 我说我如果把 DQ把它放到这里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平行分量是什么 到这边来的 对不对 那 在这边就是 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发现一件事 我这个 是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例子的时候的话 那 我的 第一 我说 我说 假设 我的N 没关系 我就直接用I 来表示 因为这个是X 我就用I来表示好了 那就是I的component 那我让它去 去 变它的大小方向 OK 那我们就看到 1垂直的部分是等于 1 1 cos 那也就等于 1的部分是等于 4 π 1 0分之1 R平方 分之Q L分之1 的DX 然后再乘上cos cos cos 是等于 Z平方加S平方 开根号 分之Z 那其实R平方的话 也是等于Z平方加S平方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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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 你X 是从哪里开始 从负无穷大 一直寄到正无穷大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OK 好 那 这个是 我们 要去考量的 那 在这里面 你可以去把你这个 去用积分表去积出 那 我们现在 我们先到这里 我们先 等一下再来做数学的部分 那 1平行呢 就是等于 1的sin θ 那是等于 4π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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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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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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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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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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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上你已经看出它等于0 但是在数学上你也要让它等于0 那其实这个就很简单去积分 这4π 一小零分之L分之Q 你直接去积 这会不会积啊 会不会积 会了吧 这个有问题的积首 没有问题的请积首 没问题的请积首 大方一点好不好 有问题的请积首 有问题的请积首 这个不会积 你上学期未积分就不应该让你通过 z平方加s平方是一个变数 z平方加s平方你把它当成y好了 那你现在这个是不是就是y的三次方 二分之三次方分之d y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会不会积了 会积了吗 所以积出来的话就是三分之二分之对三分之二 所以你把父母穷大积到政府穷大把它积到就是两个都是一样的所以它是等一点 所以你看到就是说数学上你也算出来是等于零物理上你也知道算出来是没错的 那锤子方向的对不起哦 这是从父母穷大积正到正无穷大哦 如果不是的话 我现在就把父母穷大积拿起来 给你们一个实题 第一组 这是你们的题目 很简单 OK 那它怎么样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题目 你们去把它算出来 这个好像有点太简单了 如果可以就再把四极值 你们把它算一算 好 那一垂直的部分呢 你就要去处理 这个的积分的情况 那这个积分其实也不是很困难的部分 因为它必须要用到三角函数的积分 那这个积分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 就是说我们在这边讲到的 这cos theta 是等于 y平 z平 z平方加s平方分之二分之三 二分之一次方 分之z ok 那两边起 z是固定的 所以左边你对c theta为分 右边你就是对x为分 对不对 左边对c theta为分的话是等于多少 cos是什么 cos d theta 那你这边就对x为分 所以z平方加s平方分之二分之三次方 分之z 然后对里面为分 这是 分之二分之一的 2x ok x 二二消掉的部分 然后dx 每一片是sin theta d theta 就等于z平方加s平方 二分之三次方分之的zx dx ok ok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 这个部分 其实这里的 这个部分 你是可以利用这个 用sci theta 去积分的 也可以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变成是 z平方加s平方 的二分之三次方分之dx的话呢 就变成是 我把它写成 这是 这一个分之dx就变成是 等一下 cosine cosine的话是y 好 那就是 这一个就是cosine z分之cosine z分之cosine cosine theta 然后dx呢 这个dx你把它移过去的话 那就变成是 z分之dc 我看 谢谢大家 有点点搞分掉 看 Z平方加S平方分之二分之 R平方分之 这个是 S平方 我看 有点卡住了 这边是DX的部分 挖一平方 看一下 这不应该很困难的 为什么我会卡在这里 二分之三 这边是DX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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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分之x z分之x是等于 z分之x的话是等于 在那边的话是等于 所以里面把它 因为我们现在是要对x 把它求出来 z是一个固定的值 所以z分之dx 你就直接对θ为分的话 就是cosecondθ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话 dx的部分 就是等于z 那就是cos的平方θ分之1 那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把它重写好 我们看到的 这个factor的部分 就是等于 你在这边是等于 z的三次方分之cos 三次方θ ok 那dx的话呢 是等于cosθ平方分之z dθ 所以在这里面 就相当于把它消掉 z消掉 z平方分之cosθ dθ ok 那掌握住的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要对x为分 那我们又是对c他教为分 所以在这个积分上面 从负无穷大积到正无穷大的时候 负无穷大是什么 好我们先看正无穷大 正无穷大的意思就是 很远很远 那就是相当于这个c他教已经是什么 垂直了 所以正无穷大就是二分之π 那负穷大就是负的二分之π ok 所以现在你看到了基本上面 z平方分之1是什么 是定值 那你只要去把cosθdθ去积分 从负二分之π 积到正二分之π 那就变成z平方分之 负的sineθ 从负二分之π 积到正二分之π 那这个sineθ的这个积分的话呢 就变成z平方分之π 负的二分之π 二分之π进去就是负一 减掉正二分之π 负的二分之π放进来的话是负一 负负的正 然后就变成z平方分之负二 这是正值 sinecos 正值 所以加上1 所以你看到的是 我们这个积分出来以后 我们会发现 1垂直分量的话就变成是 4π一相零分之 ql分之z 然后z平方分之2 然后方向呢 就是我们的z轴的方向 那我们的total1 这边 2π一相零分之 分之 z z消掉一个 z分之 1 然后q除以l就是我们的lambda 我们把它写上去 然后它是 所以这个结果是我们为什么要花一大堆时间来做这个原因 换句话说我们看到了一个 这个限电荷分布的这个电厂 那它是无穷眼的地方 好 对于它的电厂 线外一点的电厂 它是 垂直于这个限电荷 然后呢 它是跟z分之1乘比例 它是跟这个的距离的一次方乘比例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这个的结果 好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就没有那么单纯了 因为它的1平行是什么 不会等于0 OK 那1平行不等于0的时候 它就不会是垂直1 这个light charge 它有没有问题 好 那这个没有问题的时候 接着我们要看一个 再把这个限电荷密度 应用到面电荷分布 那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说我们要看到一个面电荷分布的部分 这是x 轴 这是y 轴 这是g 轴 这是一个面 然后电荷全部分布在这个面上面 那我们会看到就是说 好 我把这个面呢 我实际上是什么分呢 我可以把这个面上面切成一条一条像油条一样的 把它分布在这个上面 然后摆在那里 然后摆在那里 从这个light charge来讲 它是电荷是这个方向 有没有问题 同样的 第一 会随着这个light charge的位置 而改变 我如果把对称的位置 的light charge 画出来的话 那你会发现 对称这一点 一样的 这是垂直于它的 那我们看到 ok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 你应该要有一个感觉了 这感觉是什么 这两个对称的 这个light charge 你把它加总起来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它total的charge一样 应该在g 轴方向 这样有没有问题 做法是跟这边几乎一样的 只不过是 你现在呢 你看到的是 你必须要把你的面电荷 分成一条一条的线电荷 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面的话 那这个面呢 你就必须要先定义一个surface charge distribution 所对应的surface charge density 面电荷密度 那我们一般把面电荷密度 称为sigma 那sigma是 既然是面电荷密度来讲的话 那换句话说 假设我 我这边是x走 那没关系 这个每一个charge light charge 它是dy的 这个宽度的时候 那长呢 是L 这个长是L 所以它的面 da 是不是就等于L乘上dy 那total的面积 是等于 你这个长 然后乘上这个宽 宽类是很宽的 所以total的宽是w a乘上dy 那句话说 其实sigma 就是等于a分之q啊 这是sigma ok 那 在这个 上面的charge 是等于多少呢 这个上面的charge呢 dq 实际上就是sigma 乘上面积 L乘上dy 这就是我们的dq 那 你看到了 sigma L乘上dy 这是你的dq的部分 那 我们看到了 sigma的部分 a分之q 乘上ldy 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的lambda的定义在这里 这是长度分之total的charge q ok 换句话说 基本上面 dlambda 就是l分之dq 就是对这个lightcharge来讲 它的dlambda 对dlambda 就是 限电荷密度 就是它的长度 乘上它的什么charge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放进来 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就是等于l分之1 a分之q ldy 那你把ll消掉以后 甚至于就变成是 a分之q就是你的sigma dy 你把lightcharge跟这个 跟面的跟线的之间 已经有一个关系是 你已经知道了 好 接着 lambda知道以后 那我们就要看d1了 d1是等于多少 d1我们已经知道 在这边已经算出来了 dlambda所产生的就是d1 所以这个就变成 2π1 0分之1 dlambda 然后g是等于什么 d就是 从这个lightcharge 到你要计算的z点是z 所以在这边z是多少 就是z点到z点 就是r 就是r ok 分子1的 然后zcomponent 现在是这个component 那这个呢 不是z的哦 z方向是z 这个方向你要把它投影到z方向来 还要把它投影到 这个方向 跟这个方向 这是1垂直 这是1平行 我们看到 跟这边的5号是把 哦 这边用垂直 这边平行 那我就把 这边换成垂直 这边平行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方向 是要把它变成 投影到z轴方向的 或者是cosθ的z 加上θ的n方向 ok 过着是我们直接把它写成y方向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那total的1呢 主任在外面等了 你就要把它积起 电厂 那你可以看到的是 这一项积分出来的结果 你可以看 它一定是什么 对称的观点来看待的话 它积分出来的结果 这1垂直 z方向 加1平行的n方 y方向的话 1平行一定等于 然后1垂直呢 就等于 2π 然后r的部分 这个是y 这个是z 所以r的部分是 根号 z平方加y平方 分子 1的cos 跟z平方加y平方的 这是c他角 这也是c他角 分子积 然后 你把它积分起来 那delambda是多少 sigmaGy 把它带进来 把它积起来 ok y从哪里开始积 从负无穷到 积到正无穷 那积分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应该不是很困难的 比刚刚那个还简单一点 那 z是 常数 就变成 z平方加y平方 分子dy 从负重大积到正无穷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积出来的结果是 2190分之4克 ok 就出来了 那从这个结果看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电场 一样 他是一个常数 然后他的方向是 即发 换句话说 你现在是一个面电荷分布的电场 他外面一点的电场一 是跟你这个面垂直的 但是他是跟距离无关的一个物理量 所以产生的是一个什么uniform的场 均匀的场 均匀的场 好 那有没有问题 好啦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有没有问题